來講的話 我們目前一直在講 二帝 四帝 三保 都是因為這個石教授而引申出來了 而這邊來講現況專案論的話 石教授介紹完之後 從朱頓根 利根 這邊開始來講的話是什麼 是從深保 從深保 我們現在介紹的佛寶 法寶 深保 它會引申從 因為深保他說 在佛寶裡面 法寶裡面 深保裡面的話 因為分類多 比較難理解是什麼是 深保 所以要別別別別去宣說出 什麼叫為深保的時候 從朱頓根 利根 這個開始是講我們講什麼 我們在現況專案裡面常常講說 二十生 有一個叫二十個生人 可是這個二十個生不是 就是大家知道不是生人 就是聖者 有二十種不同的聖者的話 它這邊的意思是什麼 它是用聲文跟讀訣作為辟喻 辟喻出什麼是 辟喻出菩薩的聖者的果位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說 有二十個慾的身跟二十個義的身 慾的身 慾跟真義 大概只是一個譬喻 一個是爭議的時候 我是想說我們在今年的前半段 前半段是把修行及駐地的 石教授說完之後 等於到夏天的時候 我們開始介紹是什麼 開始介紹二十生 大家還記得我上次跟大家講的 大家剛開始看二十生的時候會很辛苦 我們大家都是走過這一樣的道路那樣子 因為你會忽然 不要說是意識 不要說是意識 在文字上面來講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說那時候老師我記得我讀到二十生 因為我們在三大四 我順便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我們到三大四的時候 從新的身人到舊的身人來講 它的階段是什麼 是從你現況專案論的這個以下 你在讀這個菩提心的這一段 這都還算菜鳥 都還算很新手 到什麼二十生的這一班以上 這已經算是比較資深的學長了 從這邊開始什麼 是從二十生開始的話 寺院會派地址給你了 就是你一定要 如果有新的身人來的話 他會按照你進入寺院的順序 或者接納 和他就會開始給你身人那樣子 不是給你一個地址 就是你要去負責他的飲食 秩序什麼 我記得我有一個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前年 他比我晚一年考完格西 和我這個朋友 他比我晚到寺院 可是他在西藏就已經有 讀過一些經書 所以他進來寺院之後 他就一次就跳了 跳級跳到現關 他就比我跳了幾級之後 可是之後我考格西我又比他快 可是他在班級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到了 因為我們就差一年 他差一年的時候 他就先到二十生班 我還是在菩提心這一班的時候 他就被分派到地址了 他說怎麼這麼不公平那樣子 我說我怎麼是 我應該比你借大低 可是為什麼是我先被分派到學生 因為被分派到學生比較麻煩了 你要時時刻刻去照顧小朋友 教導這很麻煩那樣子 剛好那一年是什麼 因為到了後面 他們以上的生人就已經 我們的資深就結束了 所以又分到 又回到最資深的法師了 所以我又等了好幾年 我才被分派到 所以他說怎麼這麼不公平 怎麼可以 我為什麼 應該我的借大比你淺 可是我為什麼先拿到 我說因為你們是先跳級了 你先跳那一個級 那個門檻才可以 我那時候還沒有到 所以四元每月分不到了 所以可是到這個二十生來講的時候 大家剛開始我說 不要說大家 我記得我前面有在學二十生的 前面的兩個月 在學二十生的 雖然是每天去辯論 每天背那個詞 可是根本就是在講什麼 嘴巴只是在好像說說而已 可是內心根本 陷不出那個在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我那時候很虧心 他找老師老師說 我們每個人都是走過那個階段 不是只是你那樣子 我們是每一個人那樣 所以同樣 我們學到二十生的時候 大概給大家自己一點時間 因為他會跟我們以往的學習 或者以往了解 理解的方法 會忽然好像來到一個新的世界一樣 他的要用表達的名詞 所要解釋的意思 或者他的深淺的程度 會忽然會有一點難的理解 可是沒關係 我說我會在這邊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和一起來複習的話 這個二十生給大家一點自己的時間 和後面之後 我也是我跟大家一樣 好像可是忽然變 忽然好像有一天就開竅了 好像感覺是忽然一天開竅 他就跟老師說 你終於有了解一點點 那個二十生在講什麼 是真的 也不知道那時候怎麼好像自己開竅 可是忽然他好像會懂得一樣 和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走過這個階段 我們大家不用回心 可是我們在這邊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大概 我的打算 你看大家說我們線官算的很慢 實際上來講 你們現在上到的程度 或有線官的程度 去跟我們試院來講的話 今年的話已經是等於是 學線官專員了 第三年快結束了 準備進入第四年了那樣子 他已經是已經到中年級以上了那樣子 你看我說 我舉個例子 雖然我沒有像老師的那麼快 老師是什麼呢 我老師他是他在 他其中我們以前線官專員要學七年 他老師在他的 學線官專員第五年的時候 他回去西藏 因為他父親往生了 他要去幫忙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等於有一年回到西藏 所以他沒有讀經書 他回來之後 他又參 就是第七年的課程 就把第六年第七年考完的時候 他從線官專員讀的第七年的時候 就開始考歌系了 所以速度來講是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大家來講的話 大家如果說好像我們上得很慢 可是實際上來講的話 以大家現在的 對線官專員的理解來講的話 如果是按照寺院來講的話 已經是到第三年 準備要進入第四年 第四年的是什麼 是我們講二十三的那樣子 第五年什麼是從後面的四成八定 跟第二品就學了 那第六年是什麼呢 我們從第三品 第四品 因為第四品又比較複雜 和最後一年 第七年就是第五品 以後五 六 七 八 品 所以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以哲邦式的 我們惹對式跟哲邦洛瑟琳的這邊來講 我們線官是學七年的 七年的 他第一年我們講說 以分配來講的話 我們第一年叫做新的去學經書了 因為以前學色類學 心類學 陰類學都還不算進入經論 他只是奠定那個功夫 所以他是說 我們來講的話以前 我們講說這就菜鳥班那樣子 就是要菜鳥那樣子 我以前我們在印度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開玩笑說什麼 他說你到了這個班級 因為那個時候在寺院 每一天都要吃綠豆糊嗎 我們都是每一天 大概幾乎每一天都是吃綠豆糊 他說你才開始嘗到綠豆糊的味道 然後在前面那個都還太菜鳥 還沒有嘗到綠豆糊的味道 這個是從這個班級 第二年的班級 我們等於是開始什麼 他從前面的根本頌這邊講說 諸佛由據總相智 宣諸種種種相法 從這一句話來講的話 所以那種種相法的意思代表是什麼 是說了意跟不了意 種種不同的法類裡面的話 它有所謂的了意跟不了意了 所以從這邊介紹完畢之後 才開始進入我們開始介紹的說 修行級築地了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知道我們現在目前所學習的來講的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邊來講的話 那我們在於介紹三寶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準備介紹了到這邊是說 介紹就是因如何去皈依了嗎 我們從為什麼要去立出三寶 三寶的性向 聖意跟世俗皈依跟因味跟果味的皈依的差別 皈依的詞意 那第五因如何皈依嗎 我們上個禮拜是不是跟大家略略的介紹來講 因如何皈依的關鍵來講的話 是不是說它的若因具備了 因穩固的後面的 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會生起了嗎 它是自然而然有了 隨到取神的一樣的意思來講的話 像在什麼 在試量論說 如果這些所有的直接的因 都已經具備的話呢 那這果怎麼可能不產生嗎 所有的因已經具備了 或有來講具備的話 這個果一定會產生 也毫無懷疑的 就不用在於果相這邊而去努力嘛 它是自然嘛 你看我說 我舉一個什麼例子來講 你看我們是不是如果生起一個大火 它沒有任何的障礙 它在直接因的時候呢 是不是它下一差就會生起了煙了嘛 你不用說好像我為了煙 我要去做什麼什麼什麼準備 不如說什麼是 準備應該在於火上面 好好去把那個火固好 讓它不會去熄滅的話 那個煙是不是自然就會產生了 同樣 龜依這邊來講的話呢 龜依 它生起來的關鍵是什麼 是不是第一個是要 認識出那個苦嘛 實際把 為什麼就像入普撒席論來講的 是不是他講說前面說 凡夫都雖然想要快樂呢 可是他是自然去求苦的因嘛 他不想要痛苦呢 可是他是去追求苦的因嘛 就像這樣子一樣的時候呢 不認識什麼叫樂 不認識到什麼的苦 反而努力的有可能是很努力的 你說我們哪一個人沒有很努力 我們大概在各個各個自己的 扮演的角色努力的當下呢 可是我們是努力的是 真的自己想追求的樂呢 還是想要是追求的是 反而是追求樂 可是造作是苦的因嘛 所以它這邊來講的話 第一個 所謂 可以生起歸一的最大的關鍵 或者最大一個 第一個是要什麼 要自己是了解是什麼叫做苦嘛 我想要脫離的是什麼 第二個是說什麼 是不是要說有一個是 第二個因是有一個信心嘛 有一個東西可以 就托於我嘛 對這個有信心嘛 是不是也是 我們那時候在介紹 四弟的時候 他是不是介紹來講的說什麼 苦地跟極地就等於說什麼呢 病的因嘛 要求托 要有依靠著一個醫生來講的話 是不是要先認識到說 或者對我這個苦跟苦的因 感到不畏嘛 是不是像有一點像 我們現在這樣這一次來講的話 你看前陣子 是不是很多 我們台灣還算做得很好 是不是很多國家 認為說他一定不會得到這個疫情 他大量的去販賣他國家的口罩 他大量去應該說出銷 他們的那個什麼洗手液什麼 現在那個國家碰到 同樣碰到了疫情開始蔓延的時候 現在沒有 因為剛開始不怕嘛 沒有這個畏懼的時候 就會造作我們現在覺得 你怎麼會這麼的荒謬的這種決定 可是他是那時候不怕的嘛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是不是要有一個信心的關鍵嘛 認識這個苦來講都不夠嘛 因為自己還沒有能力嘛 那至少我要有一個有一個信任的對象 像是我們是最近來講說 是不是我們說我們信任就是我們的衛福部嘛 等於說我現在 並且你看我們是 我說我們也在關心這件事 每天下午兩點鐘 看看有什麼新新聞啊 有什麼新病例啊 有什麼部長有沒有什麼新的宣說 就是大家等於說 你看我說雖然是笑話 但是大家等於是不是有一種一層的歸意心 我說因為我沒有說部長的名字 我說大家對部長有一份的歸意 由然而升起的 就是說什麼 我對我的肺炎有部位啦 你看他是由然而升起的部位的時候 我覺得誰可以幫助我呢 衛福部跟部長啊 現在目前來講 所以是不是 這兩個具備的時候 是我要升起歸意的兩個因嘛 就等於說什麼是 一個是部位 一個是信任說 我相信他有能力嘛 我相信他有能力 如果你沒有信任那個能力 你怎麼說歸意這個人 所以很多人是說 以前我聽過說什麼 歸意的因就是歸意 可是我們說不可能是這個嘛 這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是不是你看說 煙的因是什麼是火嘛 你不能說火就是煙啊 可是所以我們歸意的因是什麼 他要必須具備的 凡是有歸意 這兩個一定是先前的什麼是 他第一個要有一個 有一層的部位 第二層要有一個信念嘛 或者一個信任 還是不是我們上次就問大家的問題 就說 那好 如果我們歸意的二因 都了解的話呢 那到底什麼叫做歸意嗎 這是我們應該的 請大家回去思維跟去想想的問題嗎 是不是說 我記得以前像或者說中大師 在普通道次第廣論裡面來講的話 也主要講的是歸意二因 他沒有說 那實際 那他就講了說怎麼歸意 可是沒有說出那個內心的形象 或那個心態是什麼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為什麼沒有馬上回答就是說 那到底 如果我們知道歸意的因是這個的話呢 那實際的歸意的標準 是不是很多人講說歸意的量升起來 那你用歸意的量不如說 喔 你是用什麼東西來很準說 歸意是升起來的 你只要跨過那個門檻 就是不是你就說 總之你是低空飛過也好 你是明內前茅也好 你只要跨過那個門檻 你就等於說你升起了歸意心了嗎 這個如果沒有那個最低標準都還沒有符合到的話 再怎麼樣的漂亮 再怎麼樣的好 你也不能說它是歸意嗎 所以這個來講是我們這個禮拜要去探討的 上次我們問大家是不是說 同樣從歸意的二因來去下手的話呢 我們是不是就也可以說 因此就可以了解到說歸意它本身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層次 或者可以說它很多的 分數標準 像我們上次是不是說有 可以說什麼有 有應該說下世道的歸意 供下世道的歸意 中世道的歸意 供中世道的歸意 跟上世道 因為上世道它就沒有什麼要跟 什麼供的嘛 它沒有什麼供的 所以它才不會有一個叫供的呢 那我們上次所說的 下世道的歸意 是不是大家也知道了說 那所謂下世道的歸意是什麼 它所部位的 或是它可以認出來的苦是什麼呢 這僅僅是什麼 就是說對於今生的某一些的苦嘛 是不是 不管說是從最初分的來講 三二道的苦 因為三二道為什麼 因為那個苦太明顯了 或者說什麼 有些人是什麼 三二道的苦 不只是三二道的苦 可能了解說 作為今生 或作為人的苦 或者比如說我今生的人 不一定 好像有些人說 是不是只能停留在 三二道的苦 不一定嘛 你看你今生 我親生的體驗 或者我自己親生的體驗說 今生的那種不如意 或者今生的人的那種的痛苦 或者說什麼 就是我們說 每個家庭 每個家族 每一個什麼來講的話 總之從今生的這種初分的苦 而感到不畏的 不要 而且說什麼 追求說 因為我們這邊的皈依 是不是在講說 佛教徒的皈依嘛 以佛教徒的皈依來講的話呢 是不是他說 相信於三寶嘛 和相信於三寶是說什麼 相信三寶可以幫助 我脫離這個痛苦 可是為了是什麼目的呢 就是為了說我下一次可以更好 譬如說什麼 是不是我們常常講的 我看到很多 我有時候說 我們別的藏人來問我說 你們佛教 你們台灣是不是算佛教徒算很多 我可以說 那我說你算佛教徒的標準是算什麼呢 你是求神拜拜就算佛教徒呢 還是真的去了解佛陀的教義呢 那你說求神拜拜的話 應該說台灣可以算很多很多 可是你說真的要了解佛所說的義去呢 那就是少之又少了這樣子 是不是會很多 你看我們一般去寺院走一趟 我說你看我們去走龍山寺走一趟 你看每個人 那大便的意思是什麼 是說我希望我可以賺大錢 我可以什麼指你好 我可以什麼什麼身體健康 或者我最多想說 我下一次要生在極樂世界 什麼什麼等等來講的話呢 那等於是不是說 這等於是什麼 是一個下世道的詭異嗎 是一個下世道的詭異有符合 可是那我們所謂的共下世道是什麼呢 是不是我說 如果我們要生起一個中世道的 或者上世道的心態呢 他是不是也要了解到說 我害怕了今生的苦 我害怕了今生的人的苦 或我害怕我今生的不如意的苦的時候呢 可是我不僅僅是只停留在 我只要為了下生 可是說如果我畏懼了今生的痛苦 我下輩子再同樣的投身在三二道 我再投身在這樣子 這個人的那種紛爭當中的話呢 是不是等於說是一個惡性循環了嗎 所以我一定要投身在一個什麼 更好的一個處所 或我要投身在一個有佛法的 或有正法的地方來講的話呢 以這樣子的心態去皈依的話呢 他畏懼的雖然是三二道的苦 畏懼的是今生的苦痛呢 而去求託以三寶的時候 它是變成是這樣的 這叫什麼 叫貢下世道了嗎 你生起來中世道歸一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以這個為前提的嗎 必須要先具備 具有這個條件的 所以我們不要說你想要從 那個說從輪迴脫離 想要從輪迴脫離之間 是不是要先具備說我對今生的人天享受 先有一 或者對不要說人天享受 對今生的那種三二道的痛苦 先有一點了解 暗強求託了嗎 所以同樣這個可以了解的話 中世道就容易了解了嗎 中世道的歸一是不是說什麼 那至少在我的 我自己一個人上面來講的話呢 我不為了輪迴了嗎 不只是三二道或者今生的痛苦而已 而是不為著這樣子一個惡訓的 完全的惡訓的這種的輪迴的痛苦呢 那我還是求託 或者說我還是信任著三寶 那它可以幫助我什麼呢 幫助我獲得卸托的國位嗎 那就是僅僅這樣卸托的時候 這是我們講說什麼 就是共中世道 對不起 中世道的歸一了嗎 這是這次的嗎 谢谢大家